涉嫌坑殺66名房客的張淑金 遭到了新北地檢署 依照詐欺罪起訴求刑8年 一審官司還在進行 因為被害人數多達66人 沒想到最近他化名為豬籃 又在租網出租房屋 而且巧立各種名目要房客賠錢 否則動輒心送 一對年輕的夫妻 清完約之後 連完整的契約都沒有拿到 張淑金就擅自將租金調高2000元 這夫妻兩下的要求退租 卻收到了存證信函求償 情事局派出了 有租賃專業知識的隊長 跟張淑金來周旋 列舉出了四大詐騙的市政 租足一定要看得仔細 我跟你說啦 你知道我來房客我見多了 一定要拍 要拍就來拍 房東堅持不點交 坑殺房客惡理昭彰的房東張淑金 最近改靠重操就業 陳小姐第一次租房就受害 對 她一開始生租籃這個身分 然後跟我說她是屋主 年輕夫妻住下了 中和圓山路的房子 租金一萬六 還東加西加了一堆費用 包括慈購索加800元 沙巴套2500 席機和電視也要租金 付了快6萬元 我並沒有拿到那一份契約 因為我當初不知道契約是一次兩份 不僅如此 格林房東擅自賬了2000塊房租 變成了18000 陳小姐驚訣受騙 這才發現 竹籃就是張淑金 嚇得要退租 卻收到純正信函求償 好恐怖喔 我現在如果要去外面租房子 我都覺得很害怕 都覺得是不是張淑金的痛苦 這樣 房客指控 張淑金的坑殺陷阱 一個接一個 租給我的時候也是這樣子 但是我連住一天都沒有 這床墊本來是席莫斯的床墊 那現在這個是席莫斯的床墊嗎 我想大家很有嘗試 應該知道這不是吧 是這樣子 可不可怕 那他跟我講說那張沙發 是義大利進口的 那個沙發就十幾萬 忍了一個月 受不了要解約 張淑金不給班 不點交 還要房客賠償屋內的設施 甚至上節目強調 那些都是百萬裝潢 我簽約 基本上都是一個小時以上 然後左講講 右講講 因為我們的房子都是裝潢 要花好幾百萬的 要花好幾百萬的 張淑金口中的全新百萬裝潢 背後的稱項到底是什麼 這個是正常工班 然後會用 而且材料是比較好的 像是張淑金他們用的 都是很爛的 因為他的材料 我當初都問過黃國了 他的木板 里巴拉一片就是200塊 去掃人家導電貨 現在木材行根本沒有賣的那一種 他去掃那一種材料回來 讓大家 讓我們做 請問他裡面有什麼百萬裝潢 就胡說八道 張淑金跟合夥人黃朵 長期當惡房東 低價租下的房子 在裝潢高價分租 使用的乾製板 遇水會爛掉 遇到火會燃燒 不防火的材料 拿來隔間出租 就像之前的南港 新中路大樓火警 因為頂樓加蓋出租房 使用的就是不防火的木板 結果造成了一名房客 燒死的悲劇 但你出租套房 你就是裡面的隔間 最起碼你就是要防火材質 你就是細霜蓋板 天花板牆壁也是要防火材質 那全部不是 全部都清一色乾澀板 連地板都是乾澀板 像是他們的沙發跟冷氣 還有冰箱床墊 那幾乎都是撿來的 方先帶我們到中和附近 找到了一家賣床的老店 房客睡的床墊 部分都從這邊撿來的 我說老闆 那個要不要 我說那個不要 他說給我好不好 我就說 我說很熟 我有問過他 我說你在那幹嘛 他說沒有 因為我自己家裡有用 他只有跟我說 這邊是有東西可以撿 那我們過來看這個櫃子 像是這個 基本上還可以用的 他會就是跟我們通知 就是叫我們再把 類似像是這種的櫃子 再搬回公司 那像是門框這邊 就算有壞掉了 也沒有關係 就是我們可以直接拿回去 再做修善的部分 因為我目睹 黃朵就會開著發財 車到處去撿 撿回來那個沙發 那個爛的破的 都是我修理的 包括那個沙發已經落地了 破掉了 他就不管 你就叫把它釘回去 然後就來客人說 你的貓 你的狗把我抓破了 這樣捨不捨 而且那一張沙發 還跟客人講 這是義大利進口的 一張十萬 就像我這樣坑殺 然後人家不陪他 他就告 張淑金口號房客 除了民事賠償 還有形式偽造文書 原來關鍵就在契約書的 連帶保證人 然後他就說沒有關係 這只是說萬一如果找不到 你們的時候有什麼事情 我能夠還有人可以 找得到你們用的 這種說詞 我說可是你上面寫連帶保證人 他說沒有 這只是自私化的東西 那只是要做聯絡用 租潤契約書上面也寫的是 連帶保證人 可是他們自救會 永遠在外面講 我沒有簽約 然後上面是聯絡人 聯絡人跟連帶保證人 看不懂中文嗎 他就是說服租客說 如果你不見了 我不知道怎麼找你 你要留一個聯絡人 OK 然後請他留聯絡人資料 但是簽的那一欄 上面寫的是保證人 因為我當時跟他強調說 我沒有保證人 然後他是想說叫我 那就不然你至少要留一個聯絡人 讓我跟上面的股東交代 白紙黑字簽的東西 你就是簽了別人的名字 在保證人來 然後保證人來說他沒有簽 那我們能怎麼辦 我想說一個年輕人 只是一個租個房子 沒有想到最後背了一個 偽造文書 居然是判緩刑兩個月 同樣情況 有一個房客是北上求學大學生 只住了一個月要退租 因為在保證人欄位 填上了緊急聯絡人 全家都被告 後來只好賠錢了事 全家都被告 光出庭這個費用 或是請律師的費用 都高於這個數字 所以也有父母親 就代房幫忙賠 租一間一萬塊房 租30天付出了15萬的代價 再加上2萬塊的押金 17萬一個月房18萬 各位觀眾 這比住飯店還貴 最小到4歲 最大高到7 80歲 不放過 不放過 就是要告 然後讓大家提醒你 好啦 我賠你錢 我不要再訴訟 他就是用訴訟的 要不然怎麼會有人叫他送棍 居然讓一個幫忙你們的人 上手銬 然後被扣押 你們現在在家裡睡得好嗎 不是 他竟然大言不慘的 但說他可憐弱勢 怎麼幫助無家可歸的人 其實他都在欺負學生 欺負單親媽媽 欺負那些社會弱勢的 他哪有幫助 他哪有幫助誰 不要以為組織一個自救會 就可以色人入罪 因為我並沒有錯 我同情你們 我錯了嗎 他對很多事情視而不見 衝而不聞 然後看法充滿了偏執 就是仇恨 新北地監署很辛苦嗎 揪出惡名昭彰的房東 就是新北地檢署主任 檢察官林洪松 一開始發現了張淑金 控告房客的案件太多 又大都不起訴 直覺有疑問 指揮刑事局偵辦 特地找進修過 出任訪務相關專業知識的 隊長李昂吉 願意出來指控他的被害人 真的是不多 因為金額不大 然後第二個是真的被他告怕 檢方起訴張淑金 以詐欺 誣告 口課取材等罪 具體求刑八年 成為第一位因為坑房客 被求處重刑的房東 不過因為被害人太多 加上張淑金會身體不適請假 造成案件審理進度緩慢 法官到現在還沒辦法定罪 讓張淑金有機會重出江湖 刊登出租廣告 民眾租房子 可千萬要小心